中国河南省领保市秦陵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一处矿场 24号发生事故 不明的农烟从矿坑冒起至少18人遇险 出事的矿场突然冒烟的原因并不明朗 初步怀疑是地下失火 由于探测到矿井下的一氧化碳过高 能见度也非常低 搜救人员无法亲自下警救人 只能制定其他搜救方案 居然行动至今搜救队伍协助10人伸出井底 其中一人伤重不治 而目前依然受困境下的8人当中 7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相信已经罹难 另外还有一人下落不明 美国乔治亚州24号发生一起夺命空难 一架小型私人飞机从科布县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 不知何故失控坠机 撞向了距离机场3.6公里外的移动民宅 造成机上一人死亡 遭遇非来恨祸的民宅一家人 由于刚好外出到教堂才避开了死神 当局还在追查事故的原因 南非第三大港口城市德班24号发生大火 当地一处仓库上午时分遭注容光顾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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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